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K2搜寻节目时间 我是宏言 近期大家的热门话题 相信一定是上大湾区吃买玩 我很多朋友都经常交换情报 说去哪间店铺好吃很划算 下次一起去 民以食为天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食是一种享受一种联谊一份乐趣 但对某些人来说食是一种学问 一份文化追寻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主角 就是一位在大湾区经营特色中菜 对中国饮食文化和历史非常有研究 甚至去到执着地步的人物 他对食物的坚持 可以说去到为了做一个菜 从样式开始都要自己一手包办 他的仪式梦想 是开一间全世界最好吃的中菜馆 而重点是 他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而是一个脑袋 他的名字叫做罗朗 是来自美国 他是清华大学语言学的碩士毕业生 为了研究食 他留在中国20年 他曾经驾着单车 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去搜寻原始食材 学习不同菜式最地道的做法 有人形容 他可能是最懂得中国传统美食的外籍厨师 在2013至2016年他更获聘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行政总厨 2022年中央电视台的记录片团队更加跟着罗朗的脚步走遍大半个中国 去了青海、甘肃、陝西、内蒙古、四川、贵州、广东、北京等地 拍了三年 拍成一部中国美食文化纪录片《厨房旅游哲学家》 他用厨师的视野来讲述中国饮食文化的哲学 至于罗朗为什么会爱上中国美食呢? 就要由他小孩的经历讲起 今年45岁的罗朗出生在美国德萨斯州 他爸爸是个军人 妈妈为了让子女每朝都可以吃第一口热辣辣的食物 于是一早上就会起床焗面包 罗朗最喜欢吃妈妈做的千层面 拿出来的时候热辣辣还带着妈妈身上的玫瑰香水味 这就是他妈妈的味道 由于家里穷 罗朗15岁就出来打工做兼职 他在当地最好的中餐馆龙珠那里工作 当其他美国孩子放学后去打机或打篮球的时候 罗朗就会来到中国餐馆 入门第一件事就会向店里的观音烧香 有空的时候老板还会带他跟师傅去学泳春 大家当他一家人地教 罗朗在访问里面说过 他说说出来你们可能会笑我 但那时我真的觉得如果今天不点这枝香 这一日就会撑了些东西有点不妥 所以我每天都会拜一下说一句观音菩萨多谢你 除了拜观音 罗朗也都学习了喝茶和吃米饭 他说这些东西慢慢吸收在我的生活里面成为我的一部分 所以罗朗的成长和其他美国孩子很不一样 1998年18岁的罗朗就拿了个奖学金 去上海师范大学学中文 那时去中国的外国学生不多 所以老师对他特别照顾 罗朗也都经常跟着老师去饭堂吃饭 由于当时冻的可乐相当不普及 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老师都会倒杯茶给他 叫他喝多些茶对身体好 喝喝喝 从此这一口的莫里花茶就戒都戒不了 当年学校门口有一个卖煎饼的小档口 罗朗几乎每天上学前都会去光顾 煎饼是立即做的 大姐好像耍功夫一样 拍个蛋煎开一个圆形 中间放条油条 再掃一些辣椒酱 耍香菜一卷就完成了 干净利落 罗朗为家人写信的时候 说的都是吃 他说今天我吃了个鱼头 有人直接把鱼头放到我碗里 我整个鱼头吃光 连鱼盐都吃了 罗朗在中国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觉得中国人来自己的食物很近 比如他经过一些民居 楼下有块小田地 大家就会在那里种番茄 种菜来吃 回到美国之后 罗朗立即去了纽约的烹饪学校报名 他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计划 就是先学处 再打一段时间工实践 然后开一间中餐厅 是那些很成功 拿米枝连星星那种 在烹饪学校读完书 罗朗就在纽约唐人街一间上海餐厅工作 他在上海读书的时候 很喜欢吃小笼包 于是很想学做 拆面 拆皮 包馅 接边 原来很难的 有一天他在厨房自然自愚地说 一个包子为什么会这么难做 大厨听到就跟他说 因为你不是中国人 这些不是你国家的食物 你现在不懂 你永远都不会懂 罗朗这个时候才明白 原来环境其实很重要 如果要学好真正的中国菜 一定要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 才学得好 看来真的要回中国学 2009年罗朗又回到中国 今次他去了北京的清华大学 读语言学碩士 重回中国 令他最感动的 仍然是吃 冰糖葫芦 糖意朵 芝麻烧饼 熬锅 这些味道一样 不同的是中国已经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 社会只是高速发展 在清华大学 罗朗每天早上又光顾路边摊 不过今次不是吃蛋饼 而是吃红薯 他甚至跟当主成为了好朋友 当主叫小朗每天早上都留下几个又甜又糯的大红薯给他 罗朗发现美食最重要的是有人情味 他认为中国人在食物里面是最多人情味的民族之一 罗朗在北京又跟了个很厉害的厨师 考了个中国面点师的证书 学就学了 但他总是觉得自己差了点东西 想来想去罗朗认为 因为他做的菜没有灵魂 好吃就好吃 口感过了关 但还差了些什么呢 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罗朗 跟他回贵州六盘水的老家一起 汤连珠 罗朗也一起切肉去皮刮皮 将油拿出来煎猪油 帮忙做腊肉腊肠 咬好肉就挂在一个小分房里面 忽然间罗朗想通了 他到底差点什么呢 原来真正理解一道菜 就是要了解他背后的故事和背景 于是罗朗决定走遍每个地方 去了解每一种菜 每一道食材的源头故事 这些知识 只能在农民手上才学得到 于是在2010年 他决定全国浪游 去寻找美食材料 他先从黄土高原开始 去到陵下 甘肃 青海 新疆 再一路南去 四川 云南 贵州 广西 广东 去各种食物的发源地那里寻根 去跟当地的老师傅那里 学传统的手艺 比如川菜的灵魂就是豆瓣酱 蠟肉 花椒 供椒 青花椒 他就要学 怎样去做这些 基本的材料 怎样去找最原始的味道 有比如陝西 特别多面食 刀切面 凉拌面 手干面 猫耳朵 为了更了解面食 他又去到寧夏 跟回文学拉面 追本素缘 拉面其实是来自新疆 中东底地方 传入中原 所以看面食的文化 又要去新疆 在那里除了面 还有浪 因为浪浪 不懂遗族语 于是当地一家最地道的小店 就举了一个遗族语的牌 写着 我是个厨师 我想学你们的狼 举了一个月牌 店主终于愿意教他做各式各样的狼 罗朗说他的食谱 全部都是来自民间 师傅分散在大江南北 在中国走了一圈 罗朗有了新的看法 举例 陝西回文食的大窝盔 新疆人食的狼 宁夏回文过节食的油饼 其实全部都是面粉做的 但出来的东西 全部都不一样 里面的故事更加不一样 这些就灌注了不同的文化 展现不同的灵魂 这些就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 浪游回来 罗朗又继续他的创业梦 于是他四处找投资者 人人都说 你不觉得你一个外国人在中国 开一间西餐厅比较适合吗 因为外国人人家怎会走来吃你的中菜 罗朗就说 他的餐厅和人家的不同 所有东西都会是自己手工做的 包括米酒、醋、豉油、大醬 连食油、火锅、汤底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他不一定很传统 但他会用学回来的手艺 再加上自己的感觉 做出最好吃的美食 比如他做牛扒的时候 他会结合在青海藏区 吃到的手抓肉的配方来做 罗朗在广州找了一间百年的老房子 布置成为一个文化空间 他不再追求米枝连星星 他更加不需要得奖菜 亦不需要媒体的访问 他只是想客人在这里吃饭的时候 想一想自己想要在什么世界生活 想要过什么的日子 是否希望所有吃的、穿的、看的 都是来自大公司、大工厂生产的呢 他做了希望客人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 更加希望透过吃 储存文化、记录故事 其间罗朗被邀请到驻华大使馆做总厨 他最引以为傲的是 在使馆三年的二百多场活动里面 从来没使用过一套重复的菜单 罗朗说 其实他很想将25年前 拜过的观音菩萨像 拿去餐厅的最中心位置摆放 也想请他父母过来 带观音过来 可惜因为当时疫情影响来不到 现在他在餐厅的顶楼晒着梅干菜 在阳台晒着萝卜干 他坚持原则 所有的食材必须自己手工做 罗朗说 他这一辈子都会继续追寻中国食物的根 再将自己的创作 融入其中 找寻与时并进的中国味道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又够 下星期我会继续在Kito搜寻和大家讲新的故事 拜拜 拜拜